射牛的日本穷小子的简历上写着精通所有语言 认为他在吹牛的面试官决定用中文考考他 而这个看似顽固的小哥也就此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刚刚被内定的阿阳下楼居然碰到了小学同学阿平 而且巧合的是 今天所有的面试者都被对方pass掉 可维维诺诺的黑客小子阿平因为发现了他们公司的网络漏洞 成为和阿阳为二被内定的人 可射恐的阿平却觉得自己被pass掉了 只好跑去干清扫大楼的工作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阿阳居然为了他辞掉了内定名额 而射牛的他立志要和射恐阿平搭档开公司赚到100兆 他直接上升到了同机的办公室 我们现在开始的是 一兆ドル稼的全てを手に入れるトリリオン 可当他找到对方拉投资时却被同机不屑 你们两个臭皮匠能整起什么风浪 可阿阳却表示如果我猛脸能一杆全部进动他就要同意 没想到这一提议让同机感到非常有趣 而接下来这货的操作将惊呆众人 因为同机是阿阳的唯一选择 本来以他的能说会道和阿平的黑客能力也能从别处拉来投资 可被问到投资金额时这家伙竟然张口就来 毫无疑问 这家伙被所有人当成了蛇精病 但他相信一项不按套路出牌的同机就不一定了 令众人意外的是他竟真的一感全中 同机马上答应给出一兆日元的投资 但要求是他控股51% 因为同机知道目前其他投资人都拒绝了阿阳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竟当场拒绝 这也让同机更加产生兴趣 他也知道阿阳的眼睛并未被蒙住 然而失去投资的阿阳一点也不妨 只要将同机愿意出自一兆的事情放出去 那么一定能产生其他投资者的兴趣 而接下来他要做的 正是参加黑龙同机所在的黑龙公司举办的黑客比赛 虽然来参加的都是各国的黑客精英 但他还是当场给半调子黑客阿平报了名 可到了预赛时刻 阿阳却跑出去跟朋友喝大酒 把阿平丢在家里单独作战 别人都是一组四个人 光感司令的阿平只好不断选择加分高的难题 可距离入选决赛的分数还是很远 就在此时阿阳带来了杀手奖回来 原来他刚刚可不仅是跑去喝酒这么简单 他竟然招揽了一百个业余电脑宅 而他们恰好有每人擅长的礼仪 经过一夜的辛苦作战 他们恰好挤入了决赛的及格线 而接下来就是杀入决赛掌获第一 可每个国家都派来四个精英 唯独阿平一人呆坐在原地 甚至黑龙公司还派出了真正的黑客高手特别参赛 每组选手以自己的城堡为据点对其他据点进行攻占 得分高者获胜 就在同机找寻阿阳的身影时 这会终于出现了 众人本以为他的目的是扰乱其他人注意力 可在他不断挥舞大棒之后 在场的参赛选手居然纷纷无法连接网络 原来法器上的吕博只能引发信号干扰 而他一早便偷偷准备了路由器 在场的选手只有阿平能连进去 这瞬间使阿平的分数冲上了第一位 可好景不长 其他选手也终于发现了可以连接的网络 阿阳的卑鄙也让众人产生了围攻的想法 因为被所有选手围攻 独自无法抵挡的阿平很快变成了垫底 可阿阳却一脸云淡风轻 因为另一个路由器也是自己准备的 其他人连接的仍然是自己的网络 以为阿阳要输的同机正感到无趣要离开 由此一来 所有的分数都是我的了 而且他们现在根本无力回天 在阿平的疯狂攻势下 他们最终拿下了第一名 可此始主办方却表示 是因为阿阳的作弊 他们的第一并不作数反而被取消资格 但阿阳认为这仍然是自己的胜利 这不仅让兴奋的同机更加喜爱二人 还让其他投资人看到了他们的潜力 这个射牛和射恐的组合 很快将改变这个世界 刚被公司录取的女大学生询问自己的工作内容 谁知对方居然拍出了她董事长的名片 而且更离谱的是公司就是出租屋的一米三分地 但她可不觉得眼前的人是神经病 因为这俩人刚刚赢下世界级的黑客大赛 并马上获得了知名投资人的青睐 虽然拿到了3000万的投资 可俩人还不知道要干什么 但此时的阿阳却胸有成竹 但相反的如果做不到他们俩就完了 可阿阳拿到钱的第一步 居然是疯狂的炫耀自拍 然后不断拍抖音并上传 听闻此时的投资人一头的问号 但她不知道这其实正是阿阳招聘员工的计策 而且真的有大量人才要来应聘 原来阿阳让阿平用这些照片做了个网站 然后自己游走在各个领域去吹嘘 接着便迅速展开了面试环节 并准备了如果你要卖东西 隔壁却比你卖的便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虽然也有一个面试者回答正确 可一位叫小岭的女大学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原来这个问题出自同机的老爸出版的一本书 而拜读过的他正好知道问题的答案 可这样对其他面试者不公平 女孩曾因他死心眼子的性格被无数家公司拒绝 一板一眼的他因为老板少给了顾客一朵花 甚至要徒步追食公里去还给人家 可也就是这耿直的性格让他加入了阿阳的团队 而且一上来就让他当董事长 因为让刚毕业的小岭当社长一定能引起很大的话题 可他们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而且现在AI都能代替很多技术手段 好咱们就做AI 不过咱们要做人力的AI 在阿平节目搜紧 在阿平几天几夜的努力下 总算做出了一个APP 顾客可以通过AI来锁定礼物送给客厅的人 而这个恋爱角色小T就由小岭来扮演 恰好此时有顾客来了 表示想送花给老板 有着丰富打工经验的小岭完美发挥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让几人当场裂开 不会说谎的他为了工作也只好迁就了 接下来小岭随身携带着电脑 并随时化身AI角色小T 可时间已经过去一周 他们的营业额却只有不到五万 这货居然带着俩人来到了漫长活动 而阿阳的计划就是现场这些卖力的宅男 但这次他来是为了找活动的主办人同机 希望能卖同机公司的游戏商品来推销自己的APP 可之前被阿阳拒绝的同机此时正声闷起 还得身为新社长的小岭一顿下满威 被打击并觉得自己无用的小林想辞职离开 但二人觉得小岭的努力他们都看在眼里 而且在阿平的展示下 自己扮演的小T因为真诚获得了清一色的五星好听 他们身边正缺少一个小岭这般的人 而且阿阳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他直接装成宅男跑去漫展应援 耐力程度甚至引起了应援团长的注意 接着他把APP推荐给对方 声称这个恋爱特别好使 果然在小岭的帮助下真的选到了小丽喜欢的花束 宅男因此还收到了漫展小姐姐的感谢 在宅男的推荐下 他们的APP因为蝴蝶效应好听不断 也因此订单量不断暴增 而在一个月之后他们的营业额真的达到了300万 然而阿阳此时竟决定将PP卖掉 虽然经过投资人介绍很快有人愿意买下 但他的条件是在下个月将营业额达到2000万 还有我阿阳办不到的事情吗 下回他们竟然到大酒店当起了服务生 两个创业的穷小伙居然跑到酒店当起了服务生 并立志成为店里的头牌 之前他们就装成宅男并和他们打成一片 在宅男的大肆宣传下 他们开发的AMI花APP爆火并怒赚300万 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益 他们希望被大老板花姐收购 可花姐却提出下个月要赚到2000万 没想到阿阳进一口答应 因为花卉礼品最大的市场就是日本歌舞祭丁的夜店 所以他拖着阿学直接跑去面试服务生 而且刚一来就被店里的王牌来了个下马威 高冷帅气的他一直是这附近的台柱子 而阿阳的首要目标就是夺下他第一的位置 擅长变戏法的他轻松就能逗笑街边的人们 并带他们进来消费 而作为红牌的阿祥对此根本不以为然 论起拿捏客人的内心他可是从未失手 这句经典台词就是他的招牌技能 他辗转于几个卡座之间 用同样的台词哄得人团团转 然而这一幕却被阿学看在眼里 感觉顾客受骗的他专门追上去送水 并为小姐姐打抱不平 然而不巧被其他同事撞减 要知道抢客人是违反规定的 女人骗人的事不是吗 而就在几人出手教训阿学之时 阿阳却及时赶到 他三下五除二就将几人放倒在地 接着在阿祥的追问下 阿阳将自己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悉数告知 可对方却表示休想在自己的地盘卖花 好啊既然如此 那我就来当下一个红牌 然后你就可以听我的了吧 按照约定谁输了就离开周五季丁 接着几人分头行动 阿阳和阿学不断向客人推荐自己的APP 小领则不断扮演成AI来为客户订花 可半月过去营业额距2000万遥遥无期 而且在阿阳招揽客人时 还被其他店的人发现 意外的是阿祥居然来帮他解回 这也令阿阳对其改变了看法 根据阿祥介绍 这里的花园来早有固定的卖家 为了创新他让阿学搭建出花卉的3D模型 这样客人就可以随时DIY进行观测 那么最后一步 就是成为店里的红牌 很快便迎来了红牌争夺之夜 此时的阿阳已经越居成为店里的第二名 在投资人的帮助下 一来就开了好几瓶香槟 而屡战屡胜的阿祥也不甘示弱 眼看要输掉比赛 可阿阳却依然胸有成竹 因为飞龙公司的大小姐 她来了 原来阿阳一早就找上了同机 并希望对方帮忙 可同机却希望两人宫廷竞争 选出适合她的饮品 阿祥选的是最贵的高级白蓝币 赢这等身份当然要好久来相配 可阿阳却选择了三块一瓶的青岛唇生 最终同机选择了三块的啤酒 因为对一项华贵的同机来说 这才是她的向往 而且她居然派出了数百万来购买这瓶啤酒 至此 获胜的阿阳成为了新的红牌 而当阿阳看到输掉的阿祥信守承诺 要辞职离开时 却遭到了阿阳的阻止 接着阿阳为其举办了一场生日趴 如此一来 歌舞伎丁大小花店都为了阿祥的生日来买花 并且越来越多的用户喜欢上了这个新奇的软件 他们的订单量也急剧暴涨 终于在一个月内达到了2000万的目标 阿学不禁对他们的团队合作感动不已 而花姐虽然一早就知道他们的恋爱是小林假扮的 却依然同意了合作 可此时最大的危机却出现了 原来黑龙的总裁被这女儿同击自己也开设了一个花卉网站 完全就是抄袭阿阳他们软件的创意 接下来 阿阳又该如何应对呢 男人挖别人墙角 挖到了未来岳父的头上 他不但潜入进去搞破坏 还伪装成员工和人搭话 却不知大佬早已看出他的身份 还透露出他们之所以被人抄袭 都是拜他所赐 此时男人才明白 原来这就是自己的未来岳父 看我不把你的女儿给骗到手 而不是是娶到手 回到家他便告诉阿雪 要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之前他们的策略非常成功 完成了一个亿的小目标 现在他们要进入媒体行业 要完成十个亿的小目标 要进入新行业 先要做一个爆款游戏打响名号 可能他们自己也想不到 就是今天这个不经意的决点 打造出了想遇全球的顶尖游戏工作室 自己招人开发太麻烦了 接连走访了一百多家游戏工作室 他们开口就是直接收购 但没有一家工作室 愿意把自己卖给一个外行人 他们来到了一栋破旧的大楼 看着破旧的工作室招牌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们敲了门 开门后才发现 这里的员工都是懒懒散散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怎么样的工作室 工作室负责人也是态度冷淡 对收购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说他们都是为了赚钱而来 根本没想过真正做好一款游戏 阿阳说会为他们提供全新的办公室 还会招聘新的开发人员 扩大规模 负责人认为阿阳只是在花大笔 但阿阳说自己和他一样 都是从小玩游戏玩到大的 他的灵魂都已经和游戏绑定 说这话的时候 阿阳你自己信吗 当然这些不重要 因为工作室的负责人信了 他单纯的只是想做出一款好的游戏而已 他们把公司手上的其他游戏全部卖掉 准备搬到阿阳的公司重新开始 结果发现阿学的家里 好像跟他们说的有点不一样 说好的办公室在哪呢 此时阿阳打来电话 告诉他们要换办公地点了 原来他早就租下豪华办公室 不但公司招牌都做好了 办公室的设备一应俱全 凌凌作为公司社长都被蒙在鼓里 他问阿阳这里租金多少 阿阳说一个月是三百万 担保金是两千万 这么说的话只够他们租半年的呀 创始人这么花钱可不行 凌凌主动要求负责财务工作 不然公司真的要破产了 但很快又得知 要开发出一款好的游戏 必须要两年的时间 而且还要再投入十亿的资金 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时间 阿阳发现他们曾经开发过 一款叫求生导的游戏 如果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升级改造 应该就能解决目前的困境 但求生导只火爆过一段时间 后面就渐渐被人遗忘了 主要是因为他们 缺少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 阿阳打算直接去大公司挖一个过来 他又来到同机的公司 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 同机一眼便看出阿阳的来源 说想要跟他的游戏公司合作 他必须握有主导权 阿阳没有立刻答应 说要回去商量商量 结果下楼直接跑到人家游戏工作室 在里面不知道又干了什么坏事 干完带着阿学就要跑路 吓得阿学赶紧上了电梯 却发现这家公司的大跑 正巧也在电梯里面 阿阳假装成员工上前搭话 一顿彩虹屁把对方夸上了天 大佬领走前说感谢他 他的创意确实不错 此时阿阳才明白 原来自己公司被对方抄袭 都是此人干的好事 很快工作室的小胖 找到了知名游戏制作人辞职的新闻 这正是他们挖人的绝好机会 但人还没挖到 工作室这边又出了问题 因为员工都知道会有制作人加入 游戏的内容都要求制作人来审核 以前这项工作 都是负责人亲自来做的 现在员工都不听他的指挥 他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不管玲玲如何劝导 但他还是离开了公司 凭空捏造一个人 到底能赚到多少钱 答案是20个亿 首先在网上买一个就账号 名字改成某某公司爆料 然后给捏造的人取一个名字 发布关于这个人的爆料信息 花钱再找一些新闻媒体 编造这个人的成就 让他成为行业界的大猫 最后找一个演员来扮演 这一顿操作下来 让所有的人都相信 这个人就是真实存在的人 而且是某个行业内真正的大猫 而此时刚刚离开公司的英先生 还在为这个不存在的人生气 经过阿学的一番劝说 好不容易才将他又劝了回来 阿阳找到收购他们网站的秘园社长 让他们帮助自己 完成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 他们举办了一场游戏发布会 但因为阿阳迟迟联系不上 只好让英先生上去拖延时间 介绍一下游戏的内容 明眼人一看便知怎么回事 纷纷要离开会场 林林赶紧冲上台要稳住局面 突然会场的大门被打开 阿阳终于赶到 他请来了著名的游戏制作人Kuben 整个会场顿时躁动起来 很多人都是听过Kuben的名字 从来没有见过本人 Kuben宣布自己将加入一兆游戏 新开发的游戏获得的收益 除了Kuben获得25%以外 其他的投资人都将按照比例分红 蜜元第一个站出来说要投资 当然这都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不过也引起了一些大公司的注意 最后他们募集到的资金达到了20亿 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不但可以开发一款顶尖的游戏 还顺便可以拓展一下商业版图 大家兴奋地要去开庆公宴 但阿阳单独留下了阿雪 告诉他原来这个市场 根本就没有Kuben这个人 这个人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 然后花钱找来的演员 他买了一个旧账号 编造了很多有关Kuben的谣言 然后又请了一批人写Kuben的新闻 连图片都是找人P上去的 背景图则是他上次去同纪公司 偷偷在他们工作室偷拍的 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假的 大公司都喜欢隐藏开发者的性命 防止别的公司来挖墙角 而他将计就计 编造了一整套的谎言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大家都相信Kuben 就是大公司出来的游戏制作人 阿雪担心这种谎言很快就会穿棒 而且游戏没有制作人 游戏质量如何保证 阿阳认为加油添醋的谎言才会露线 但谎话连篇却能瞒天过海 他们不是获得了货真价实的资金吗 制作游戏不过只是幌子而已 他真正的目的是打造媒体地图 而殷先生那帮人 只要支付足够的薪水 做一个白白样子的游戏 想必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只有打造真正的媒体地图 才不会在大公司和大资本面前败下赞美 不然又会像上次一样重蹈覆辙 此时黑龙社长听说了此事后 便知道了怎么回事 一旦把阿阳的公司告上法庭 他们也必须公开 旗下游戏公司开发者的信用 完全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对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造假 但黑龙社长并不着急 阳只有养肥了才好宰杀 请不吝点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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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自己也很吃惊 甚至为此紧张不已 想着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合适 玲玲告诉他穿成平时那样就行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阿阳 阿阳此刻才明白 原来阿学还是想做游戏 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 没想到他还弄出了不少动静 阿学和童姬相约在游乐园见面 童姬一身约会的打扮 阿学说要先去买票 结果童姬直接进去了 不愧是财阀家的千金 直接刷脸就可以了 接下来童姬真的像是来约会一样 带着阿学到处玩 把阿学下半死 原来助理是自己买票进来的 两人一直玩到晚上 童姬说自己小时候都是包场 像这样玩他也是第一次 接下来两人来到摩天轮 童姬终于说出这次约会的目的 黑客入侵了他们的服务器 但是却不泄密 他问阿学这个黑客是在干嘛呢 阿学说自己怎么会知道呢 他又不是那个黑客 童姬也不卖关子直接明说 他们可以定位找到黑客 但这件事会影响他们公司的股价 所以他们不会公布被入侵的事情 希望当事人也把这件事带进坟墓 不过他实在是好奇 这个黑客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阿学说可能是想知道 龙娘游戏的开发者到底是谁 童姬直接使出美元计 邀请阿学来他们公司 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危险人物不解决 他睡觉估计都睡不着 看到阿学犹豫不定 他又立刻改了主意 毕竟将阿阳和阿学一起打包收下 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不能着急 临走前童姬将龙娘开发者的资料给了他 这让阿学十分的吃惊 当然还有更吃惊的 还真是搞不清楚这女人的想法 阿阳带着七大院再次来到娱乐公司 说已经准备了一千亿的收购资金 对方怀疑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资金 七大院说如果不答应收购 他就把当年的事情告诉媒体 到时候他们公司只怕是难以生存 此时当年肇事的艺人闯了进来 向七大院表达了歉意 毕竟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艺人 七大院似乎还念着旧情 娱乐公司的老板也看出了这点 但七大院丝毫没给对方面的 当着众人的面教训了艺人 七大院说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可不会关心他的死活 等他买下这家公司后 就让他滚蛋 艺人立刻激动起来 两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其实刚刚艺人能过来 是阿阳提前将消息透露给对方的 而七大院也早知道 目的就是为了演这么一出戏给对方看 只要对方手忙脚乱露出马脚 他们就有机可乘 因为他们也知道 对方绝对不会就这样 轻易地将公司卖掉 他们找到了娱乐公司的大股东 大股东一口回绝了他们的收购 毕竟在他们这个行业里面混 都是靠着人脉关系和靠山 像他们这样没名气的小人物 怎么也有资格来收购他们公司 但阿阳不按照常理出牌 将大股东刚刚说的话录了音 现在他们手上有两张牌了 只要他们放出消息 说大股东和高层隐瞒公司一人的丑闻 那他们公司的股价就会阴声暴跌 甚至还会扯上内幕交易 到时候他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收购 所以他是打算现在就卖 还是等价格更低的时候卖呢 阿雪和灵灵来跟龙娘开发者见面 开出了2000万的年薪挖榻 但对方期望的是一亿的年薪 看到对方拿不出来那么多 正要离开阿阳却走过来说 希望他能以外部顾问的身份 参与他们公司的游戏制作 等试用期结束就加入他们公司 到那个时候他才会支付一亿的年薪 对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阿阳告诉阿雪 既然他那么喜欢游戏 干脆媒体和游戏他们一起做 两个都要拿下 不过同机的父亲 不打算再由着他们胡搞下去了 现在就要将他们给灭掉 这个人开口就要一亿的年薪 可对方说他们只想白嫖不付钱 他反而很开心地接受了 因为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 男人本是顶尖工作室的游戏策划 经过他手的游戏更实 荣登每年游戏排行榜低 为公司带来了上千亿的收入 不知为何在他事业巅峰之时 却突然被公司雪藏 甚至还传出了 对他事业发展不利的谣言 公司既不开除他也不重用他 给他一个须职让他养老 并且还隐瞒他的身份 防止别的公司来挖人 某天一个叫一罩游戏的公司 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他的联系方式 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打算跳槽 向对方提出了一个亿的年薪 哪知对方是个创业公司 根本付不起那么高的年薪 好在对方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让他先协助做一款游戏 等满意之后再来谈年薪的事情 他来到阿阳的公司 立刻被这里的氛围吸引 但原来的团队负责人英先生 和他因为理念不同经常吵架 英先生认为游戏应该具备耐玩性 不能让玩家过快通关 而他认为恰恰相反 手机的主战场 在上班和下班时间 降低游戏难度 让玩家快速通关 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对游戏人物的形象玩法 甚至背景音乐 都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这游戏要是能做出来 那真是出了鬼了 不过神奇的是 两人吵着吵着 居然还找到了玩法的共鸣 接下来一个负责强化玩法 一个负责设计盈利点 真可谓是强强联合了 很快游戏的改造完成 接下来就轮到舌导最擅长的 在心动瞬间的课金设计了 这里的工作氛围 让舌导感触颇深 他很久没有这样 享受工作给他带来的快乐了 他之前在同机那里工作时 为公司创造了上千亿的营业收入 却拿着微薄的薪水 他私自扣下了游戏的资金 被公司发现后将他打入冷宫 不让他再参与后续游戏的开发 他其实早就有了 跳槽出来的想法 正在他们紧握密鼓的 准备新游戏的发售时 意外得知同机旗下的游戏工作室 也打算在相同的那天发售新游戏 这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和之前抄袭他们网上商城一样的套路 真的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们呀 舌导也在这个时候宣布退出 因为之前黑龙集团的社长 找他谈话并重新启用他 让他担任游戏开发负责人 而且经过这几天的了解 他发现一照游戏 根本付不起义的年薪 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他还是选择当了叛徒 阿阳和阿雪再次找到他 说愿意提供游戏收入的3%给他 如果游戏赚了50亿 他就能得到1亿5000万 并试图用梦想来打动他 但舌导还是走近了 黑龙集团的游戏发布会 股东大会被完成了二次元现场 台上的社长静不知 这是针对他的一场鸿门宴 而他的对手不过是 刚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 就在几分钟之前 他明明还意气风发 面对弹劾他的议案丝毫不拒 可就在灯光闪烁几秒之后 他居然主动要求辞职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切的起因就在 几天前的黑龙游戏发布会 黑龙社长看中的游戏负责人 竟然当着他的面反水 说要跳槽到别的公司 在金钱和梦想之间 舌导最后还是选择了梦想 依照游戏的绝地反击 让黑龙社长颜面尽失 他决定不再留情面 要彻底搞死阿阳他们 此时阿阳的媒体行业 进展也有了突破 之前娱乐公司的各大股东 都不肯出售自己的股份 但其中一位股东的跳反 成功地让阿阳他们 争取到了51%的持股委托书 在股东大会上 他们以绝对优势提出议案 要求罢免神社长的职务 之前跳反的股东站起来 说他改变主意 要撤回之前交给阿阳的委托书 当场拒绝了他们的议案 原来这是黑龙社长 安排的一出好戏 靠着自己在行业内的人脉 给阿阳他们下了一手好奇 这是黑龙社长 对之前游戏发布会上 蛇倒跳槽的反击 正当众人以为 阿阳他们必输无疑之时 公司的明星一人 却站起来走到前面 说他同意神社长辞职 要求董事会安排七大院 担任新的社长 整个大厅突然灯光闪烁 阿阳通过传声器告诉神社长 他们暂时干扰了大厅的讯号 只有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趁这个机会他警告对方 一旦一人将五年前的事曝光 公司的股价暴跌 他还是会被董事会追责 不如自己主动提出辞职 这样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台阶都为他准备好了 难道他还不下来吗 这是阿阳他们准备的后手 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正所谓磨高一尺到高一丈 你跟我玩音的 那我也跟你玩音的 干扰停止后 神社长按照阿阳的指示 说出了辞职声明 而七达院也顺利接任社长职位 就这样他们有惊无险了 拿下第一家大型媒体企业 接下来更是好消息不断 因为媒体和游戏行业的绑定 他们又成功地募集到了 开发游戏的资金 而舍倒地回归 保证了游戏的质量 他们也学着黑龙集团的样子 在媒体上面大肆打广告 请明星代言 有了明星加持他们的游戏排名 可谓是直线上升 一个月就获得了70万的下载量 并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利 很快他们又冲到了第一名 拿下了50亿的营业额 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庆功宴上 阿阳为大家准备了无人机飞行表演 但其实这是他们游戏的广告 经了一众人直夸他大手笔 而此时的黑龙社长 还真有点坐不住了 顺风顺水的阿阳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手笔 他要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电视台 身价10亿的人气网红 自降身份来到小公司应聘 还求着对方一定要录取他 他之前在公司的安排下 参加各种的综艺节目 接各种的广告任务 他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 成为了公司的赚钱机器 根本没人关心他的想法 小的时候他有个梦想 长大了要当一个新闻播报员 所以他来到阿阳的公司应聘 阿阳一本正经的 跟他聊起了自己的理想 还说自己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其实公司此时 正好缺少一个新闻播报员 这送上门来的明星 那是不要白不要啊 一个月前他们刚刚收购了 一大批网络媒体公司 然后邀请明星和艺人 来参加美食挑战以及户外挑战 节目的收看人数直线上升 但他们要想更上一层楼 就必须找到顶级的常住嘉宾 齐达院给他们推荐了 人气波抱员前十的明丽 阿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给明丽发了招聘消息 只是没想到明丽 真的来他们这里应聘了 但黑龙社长怎么会 让他们如此顺风顺水呢 很快就买下了互联网上 最大的一家网络媒体公司 然后又通过并购强强联合 同机认为阿阳盯上的是综艺节目 便花钱买下了 当下所有电视台综艺的版权 要将阿阳他们彻底地挤出这个行业 现在的情况对于阿阳他们来说 可谓是不容乐观 但阿阳偏偏不按套路出牌 他找到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曾经是制作新闻节目的牛人 因为和老东家闹了点矛盾 于是辞职出来自己单干 拿下了新闻节目制作人 现在又有了名利这个当红炸子机 很快他们便推出自己的新闻节目 立刻就冲上了新闻热榜第一 成为了新闻中的新闻 成功地突破了黑龙社长 为他们设置的第一个包围圈 接下来他们又遇到新的麻烦 就是新闻的素材来源要怎么解决 任志刚被劫持警察就赶到 但在现场却只顾着看手机 边看还边拿着对讲机指挥 得到指示的特警从后门进入 甚至绕到了劫匪的旁边 几分钟就轻松地拿下了劫匪 身处网络时代的新闻媒体 已经很少需要 记者去现场采集素材了 但阿阳却反其道而行之 专门雇佣了一支自媒体团队 比较凑巧的是 他们的人正好被劫匪给劫持 混在人质里面比较近距离的 拍到了劫匪的画面 他们赶紧抓住机会 进行现场直播 而警方也通过他们的直播报道 现场指挥营救行动 这份独家报道 让他们的收视率刷爆网络 警察营救成功的那一刻 他们都在演播厅鼓掌庆祝 但越是爬得高 回头摔得就有多狠 最近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 测试手机产品质量的自媒体 新出的手机因为插上 非官方的充电接口 最后爆炸气火了 而他们赞助商的手机品牌也在其中 于是他们咨询赞助商 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 但赞助商却顾左右而言他 名利和制作人 都气愤地要曝光此事 赞助商立刻赶到现场 蛮横地要求他们立刻停止报道 否则将不再赞助他们公司 林林勇敢地站出来 说他们不会停止报道的 赞助商估计也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投铁的公司负责人 此时阿阳不知从哪里钻出来 说只要提高广告的费用 他们就可以不报道此事 赞助商很满意他的态度 随后众人来到一家高档饭店 哪知道阿阳整了一个大火 直接带来了一个发电机 将赞助商新出的手机 接上发电机上面的电源孔 然后写下了一句话 把手机转到了赞助商的面前 明着告诉他们 这旁边的一个房间 藏着一堆的新闻记者 让他们说话一定要小心啊 赞助商也看出来了 这是阿阳为他们准备的鸿门宴 明摆着就是想要逼迫他们 召回所有的手机进行检测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的较量后 赞助商还是同意召回新款手机 并且不再阻拦他们报道此事 回来之后玲玲问他 是哪里找到那么多新闻记者的 阿阳说那是他随便说的 他们不会当真了吧 原来这都是阿阳 用来虚张声势的计策 之后他们邀请赞助商 对产品问题做了一番解释 并当着镜头的面沉默 以后会提高手机的检测水平 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手机 最后赞助商和阿阳他们 都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一照TV也在行业内 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算是有了一席之地 黑龙社长一反常态的 主动约见七大院 并且还要继续签约 和他旗下公司一人的广告 这明显是别有用心 不知道黑龙会长这次 又要怎么给阿阳他们下套了 心机男只用了一张美元计 就让富佳女损失了100亿美元 恋爱脑上头的女孩 就是不肯屈服在他的16群下 女孩为了得到他 用强大的资本抢占市场 要将阿阳的公司彻底堵死 逼男人向他低头 而女孩的父亲 更是找到阿阳的投资人 以旗下公司的广告作为筹码 要求投资人和阿阳他们脱离关系 阿阳为了反击 和知名的波波拉动漫工作室合作 哪知这次女孩早有准备 已经提前一步拿到了合作协议 看样子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不过阿阳并不着急 因为之前他使用美元计 已经成功地从女孩那里 套出了关于动漫工作室的秘密 原来工作室遇到债务危机 放弃了一个很不错的电影项目 阿阳来到动漫工作室 提出帮他们完成 那部他们没有完成的电影 但工作室已经和同机签了合同 六个月后就要开始履行义务 就算他们放下现在手头的工作 六个月的时间也根本无法 制作出一部动漫电影 但阿阳却说他有办法完成 打开电脑给对方展示 他们制作的预告片 并告知对方像这样的画师 他们手头上还有一千多个 每一个都是他们动漫的中式粉丝 回到公司后阿学问他 哪里找来的那么多绘画师的 阿阳说那不过是他 找的几个临时演员而已 一千多个也是随口说说 没想到对方居然相信了 就在即将召开发布会的档口 同机得到了消息 他赶到现场要求动漫公司 立刻停止跟依照游戏的合作 并且带来了阿阳说谎的证据 但对方却说 和阿阳的合作不会终止 发布会如期召开 波波拉工作室宣布他们 将会制作出两部电影 而且两部电影会同时上线 台下的记者质疑他们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作出来 阿学给他们展示了 最新的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功能 这样就能大大提高速度了 阿阳站在台上挑衅地看着同机 说感谢他提供的重要情报 气得同机当场离开 并且回去后就得知 父亲已经解散了他的网络公司 而且其他合作商也集体判断 在商业竞争中失败的公司 已经没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黑龙社长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邀请阿阳他们来谈判 并正式提出了700亿美元的收购方案 打算一口吞下 阿阳他们这家兴起之秀 并同意阿阳可以娶他的女儿童鸡 成为黑龙家族的一员 这不得不说是个十分不错的方案 财阀出700亿买下他的公司 还免费赠送身价过亿的富家小姐 普通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他却拒绝了这笔交易 其实他早就爱上富家小姐 当年在人家公司外面擦玻璃的时候 他就发誓要娶到这样的女人 财阀让他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但其他几位股东也都和他一样 黑龙社长很遗憾 毕竟接下来就意味着 他们会一直逗个迷死我 直到一方彻底胜出为止 为了避免女儿感情用事 黑龙将同机调往了子公司 而阿阳为了拓展版图对抗黑龙 将业务延伸到了移动支付领域 为了抢占市场 搞了三年的免手续费活动 用无人机在夜间打广告 可惜最后也只跟其他支付公司 打了一个平手 阿阳计划和政府部门联合 将交通卡转移到线上支付 等他联系到交通部长时 发现同机也在这里 原来同机下放到子公司后 打算在全国搞一卡通服务 两人不谋而合都想到 拿下公共交通这块大蛋糕 等两人介绍完业务后 部长直接拒绝了他们 作为公共服务项目 政府并不希望消费者 偏向任何一家商业公司 之后阿阳邀请同机一起 坐在船上面欣赏业景 阿阳聊起商业合作的事 毕竟这对双方来说 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同机一个不小心差点摔倒 而阿阳也赶紧扶住了同机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 毕服狼情惬意的眼神 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之前阿阳拒绝了同机父亲的联姻 都是因为在他的心中 同机并不是一件赠送的商品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 正大光明地取到同机 而同机也早就放心暗许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不打不相识 两人联合再次找到交通部长 部长同意在下次内部会议的时候 提交这个项目议案 议案在内部反响强烈 大家都同意开通这项跨时代的业务 但此时部长却第一个带头反对 原来部长早就听说过 阿阳他们跟黑龙竞争的事情 他不好明着拒绝 只好通过这种方式 让阿阳碰个软钉子 看到没人敢举手头赞成条 部长本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 但偏偏就有几个不怕死的 举手支持业务的上线 原来阿阳早就私底下 接触过几个议员了 还抓到了对方的小辫子 看到有人带了头 其他人也纷纷举手赞成 因为他们早就 看不惯部长的飞扬跋扈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报复一下 看到新闻上的报道后 黑龙社长期的电视屏幕都戳破了 正所谓女大不中流啊 女儿居然胳膊肘往外拐 正在阿阳他们 紧锣密鼓地准备新业务上线时 却不知内部已经出现了叛递 黑龙社长再次邀请阿阳吃饭 此时电视上突然报道 交通部要和黑龙社长的企业联合 将解除跟一照游戏之前的合作 随后公司内部的 电视部门游戏部门以及支付部门 连带的服务器全都瘫痪了 阿学赶紧查看服务器 发现服务器不但被人入侵 而且用户数据全部丢失 这来路不明的敌人 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啊 阿学赶紧打电话通知阿阳 阿阳看着对面的黑龙社长 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对方搞的鬼 他们能挺过这次难关吗 曾经发誓不吃软饭的男人 现在却要跪下来入赘财阀家 就是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与其努力不如躺平 自从黑龙用卑鄙手段打击了他们 他们的声誉一落千丈 为了保住公司声誉 林领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并辞去公司社长的职务 虽然服务器挽救了回来 但各个部门的营收都断牙式下滑 网上对他们的投诉也是一大堆 而此时的阿阳却当了叛徒 不但将公司给卖掉 还当了敌对公司的董事 当着众人的面安排了新的社长 游戏部也不再允许开发新的游戏 连阿学的办公室都被人给搬走 还有他们创业买的第一把引子 阿学好不容易才在废物仓库里找到 这一切的珍贵过往都成了回忆 阿阳再次找到阿学 让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虽然他成了黑龙社长的成龙快讯 但其实这不过是 为了将黑龙尽快地拉下马来的计划 他潜入敌对公司只是去当卧里 正所谓你不然那就别怪我了 之后两人计划 到黑龙办公室盗取资料 而黑龙突然返回要去拿手工 专心盗取资料的阿学 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并没有接到阿阳的通知电话 就在马上要完成的时候 阿学才听到从外面传来的声音 他赶紧躲到了桌子下面 好在黑龙社长拿完手机就离开 并没有发现躲在下面的阿学 拿到资料的阿学 在自家的新闻媒体上传了黑龙的黑料 但黑龙还是利用庞大的资本 把这些消息都给打压了下去 一切似乎都在黑龙的意料之中 很快黑龙便召开了股东大会 并公布了阿学偷资料的视频 当着所有人的面 要将阿阳和阿学两个叛徒开除 但阿阳却说要离开董事会的 应该是他黑龙 阿阳说市面上的股份 已经全部被他收购 现在他已经拿到了16%的股份 海外投资者也都站在他这边 大家都赞成让黑龙下台的决定 这是黑龙今年以来 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 在自己的公司里面要办法他 这听起来就像是在痴人说梦 要罢免公司管理层需要有 持股合计51%的董事都同意才行 阿阳说剩下的部分 需要黑龙社长自己交出来 阿学公布了黑龙偷税漏税的证据 只要黑龙社长将股份出售 阿阳保证他会没事 而接下来还需要同机转让他的股份 为了保全父亲也为了阿阳 同机同意了将自己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阿阳 那这样算的话 阿阳手上的股份总量 已经达到51% 黑龙此时才意识到 从头到尾都被这个小辈给死 他很是不服气打算来个鱼死网 毕竟阿阳妹目交易也是要坐牢的 阿阳也不怕他 大不了大家一起坐牢 耍狠的怕不要命的 黑龙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江山带有才人出 是到了他们这些老家伙 退出历史舞台了 两人再次邀请林林回来 铁三角组合再次回归 阿学站在黑龙办公室望向外面 不敢置信他们真的实现了梦想 之后阿阳工程身退 离开公司不知所踪 同机接替父亲位置 阿学成为遗照游戏的社长 林林成为蜜元的社长 几家公司正式合并成一家公司 两年后阿学在自助机上买东西的时候 再次遇到曾经的阿阳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